国际刑事法院三天前才以战争罪指控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拘捕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脚就抵达莫斯科 和普京举行会谈 引起了美国强烈谴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北京 试图以外交的方式 为俄罗斯的战争暴行提供掩护 他还提醒全世界不要被这些伎俩愚弄了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 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 依旧高调前往莫斯科 转开为期三天的访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抓紧机会谴责北京 他认为习近平到访俄罗斯 意味着中国认为没有责任 向克里姆林宫追究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 布林肯更直言 中国不仅没有谴责俄罗斯 反而提供外交掩护 让俄罗斯继续犯下严重罪行 尽管普京声称 愿意讨论中方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 但布林肯提醒外界不要轻易上当 任何忽视乌克兰主权的和谈 都只是拖延战术 Calling for a ceasefire that does not include the remov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ian territory would effectively be supporting the ratification of Russian conquest it would recognize Russia's attempts to seize the sovereign neighbor's territory by force it would enable Russia to further entrance positions in Ukraine and a ceasefire now without a durable solution would allow President Putin to rest and refit his troops and then restart the war at a time more advantageous to Russia 另一方面白宫发言人科比表明 想要结束战争也必须考虑乌克兰的立场 他认为习近平应该趁着到访莫斯科 利用他的影响力施压普京 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 克比也表示习近平认为普京是潜在盟友 能够帮助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普京则是将习近平视为战争中的救生圈 双方只是策略婚姻关系 欠缺合作基础和互相信任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